看见没有 这就是星辰 你们觉醒之后 精神世界里就会存在 星辰里有七颗星子 它们会在星辰内随意地篡动 而如果你集中精神 用意念去控制它们 令它们一个一个静止下来 并连成这样一个星轨 这样就意味着魔法释放完成 这个过程也像是搭多米诺牌 一旦把控任何一个星子的环节 出现错误 便要重头再来 所以必须一次性将七颗星子 全部连在一起 木白 你上来做个示范 来 你把控试试 老师 其实呢 我已经练习到第五颗了 同学们 木白是你们当中修炼最快的 你们看 他校徽上的星子 晾了五颗 这说明 木白他在自己练习的时候 其实已经完成过 五颗星子连在一起了 同学们 你们只要能够做到一口气把控七颗 就能够出兵系魔法兵慢了 所以大家要以木白做榜样 好好努力练习 木白确实好厉害呀 我到现在也只有三颗呢 是啊 我到现在才两颗 我也猜三颗呢 我们起步就比木白少了一颗 这个把控看似简单 真做起来很难很难 不知道木白是怎么做到的 我想跟大家强调一下 把控星子是有一定难度的 这和每个人的天赋和努力 是分不开的 是需要靠我们的意念 去控制每一颗星子 好 好 嗯?